韓國瑜嗎 韓華昔日有人起義來歸 別讓中國央視力捧的韓國瑜 當選立法院長 但民眾黨目前仍端著架子 強在兩黨拜會前 黃國昌又出考題 黃國昌要求藍綠必須回應 是否要把委員會雙招尾制 改成藝人 又是發出線了 所以是在民主國民黨 國民黨拿到所有的招尾 然後你再用這個去跟國民黨 叫板你再去分招尾 這個司馬昭是新一人結智 藍營打模糊仗 強調還得經過討論 柯建民則站出來對抗黃國昌 黃國昌心急 事務其短 站在道德高地 然後聲量很大 然後做事我們會說歌 這套已經不敢用了 交換意見 把它形容成是失色形塔 這樣子的比喻 老實說 我不是非常的理解 第一個是 他如果認為了無心意的話 那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做到 姿態擺到最高 柯文哲也出招離間綠營 柯建民跟黃國昌有仇 我這個是大家都曉得 其實柯建民也沒有很希望 尤其分當選 所以敢打台灣給他已經告訴我 不可能性的狀況嗎 柯建民代表民進黨團 表達了對民眾黨姿態過高的不滿 而國民黨立委基於 韓江沛 週一就要拜訪 大多表示不要破壞氣氛 這局誰買單 週一後就知道答案 三兄你感覺我們選